宝贝 站在一个领子上 就得礼不饶人 听妈一句劝 得饶人处且饶人 要不然呢 将来吃亏的还是你自己 哎呀 好了妈 你别唠叨了 不上去了 这孩子 真是的 本来我要去看原方的 被他这么一搅和也没去成 对了 我得打个电话问问看 喂 田姑坏吗 麻烦你找田夫人 什么 医生 我想办法救救她吧 她脑子里的这种流儿 我们也无能为力啊 怎么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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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你早就知道了吧 你早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 董事长 你不能怪我 我也是今天下午 陪他逛街的时候 他突然说不舒服 然后我们到医院来拿药 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他到医院来拿药 这么说 他早就知道自己的病情了 元方 你早就知道了 你为什么不早点治疗呢 你要知道 如果早一点治疗到 你还有救啊 元方 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 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 我会花更多的时间来关心你 照顾你 不会让你露到今天这个样子的 董事长 你先冷静一点 其实 今天下午我知道她的病情 在第一时间 我就有问过她 有没有给你提起过 可是元方 她一直求我 求我不让你知道 不让田田知道 所以 其实你要怪 只能怪一个人 那就是喜鹊 喜鹊 不错 你想 喜鹊最近为什么一直陪在元方身边 因为 她早就知道元方的病情 董事长 你跟喜鹊的感情这么好 我是认为 她才知道元方的病情之后 第一时间就应该告诉你 我 我真是不理解 她为什么不说呢 如果喜鹊知道的话 她一定会告诉我 所以不可能 不可能的 董事长 我们先不要谈这件事了好不好 现在最重要的 是怎么样把元方的病情稳定 你有没有去求求医生 看看 能不能现在开刀 救救她 我已经在想方设法地救元方 可是医生告诉我 元方的肿肉已经扩散 就像开刀 也没救了 要这么说 我们现在只能求老天保佑 希望有奇迹出现了 你是不需要什么奇迹的 只是要找一点及时的治疗 如果可以及时治疗的话 就不会这样 及时的治疗 及时的治疗而已 董事长 你不要那么激动 不要那么激动 你冷静一点 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冷静 最需要的就是真的 来 起来 起来 你想想看 如果 元方的日子真的不多了 他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他心里太多伤心 多难过呀 陈大太 谢谢你 谢什么呢 其实 我跟元方也挺谈得来的 这阵子 常陪他聊天 陪他逛街 他嘴里说的 心里想的 就只有你做老公的这一个人 我一直在羡慕 他有这么一个美满 幸福的婚姻 可是怎么也没想到 他怎么会得了这种病 爸 爸 你刚才电话里面声音很慌张 你吓到我了 妈到底怎么了 爸 妈到底怎么了 爸你说呀 方阿姨 我请你告诉我 我妈怎么了 爸 爸 爸 你快告诉我 妈到底得什么病了 你告诉我爸 你告诉我 爸 你怎么哭了呢 长那么大 我没有看见过你流一滴眼泪 你是我和妈妈的蜘蛛 你不可以吓我 你不可以吓我爸 你告诉我妈 到底怎么了 到底怎么了 你说 你们都不告诉我 对不对 我自己去找他 丁天 你妈妈得了重病 是脑肿瘤 是脑肿瘤 脑肿瘤 不可能 妈怎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那医生怎么说 开刀 还是治疗 要怎么治疗 爸 你要救他 你要救他 医生已经说了 你妈妈的病 没救了 妈妈 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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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经长大了 你要坚强 其实你妈妈的病 已经有一阵子了 有一定时间了 那妈妈为什么不说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她为什么不让我们 不能分担吧 妈这段时间肯定很痛苦 她一定很痛苦 天天 是爸爸不好 爸爸妈妈能工作 疏忽了 丁丁 你妈妈知道自己的病 没有告诉我们 那是因为怕我们伤心难过 一会儿见到妈妈 你不能太激动 免得妈妈看到了 她会伤心的 爸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怎么可能不激动 她是我妈妈 她要怎么能不激动 天天 你要听话 你爸爸她已经够难过 别再增加她的压力了 你要坚强 待会儿要是你妈醒过来 你可不能这么激动啊 对对对 阿姨说的有道理 等一下见到你妈妈 你一定要坚强啊 田先生 您太太已经醒了 你们可以过去看她了 脑瘤 不管了 请打电话告诉妈 天风 对不起啊 让大家为我带气了 没事没事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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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 刚才在外面 你爸爸不是跟你说过 让你不要激动 你看 你一进来 见到你妈就掉眼泪 你不是让你妈心里难过吗 傻丫头 你过来 妈不是好好的妈 你干嘛哭得那么大声啊 想吓坏妈呀 妈 你的那么严重的名字 为什么都不告诉我们 为什么要瞒着我们 为什么要让你一个人来承担 远方 你为什么要独自一个人承受痛苦 我们都是一家人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也告诉我们呢 我也不想瞒你们 我也不愿意瞒你 可是 为什么 远方 你不要这样 你不要难过 你要坚强 你一定要坚强起来 我们相信 你一定会好的 你一定会好的啊 我会的 我会坚强起来 我也希望 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够好解 会的 阿姨啊 肯定会的 现在医学那么发达 什么病都可以治 最重要的是 您自己一定要坚强 这样田田和田叔叔他们 才会放心呀 谢谢你的关系 明人 我很高兴 你们都能来看我 好 明人 田田 你们都在 既然大家都在 我有一件事情要说 远方 你说 是阿姨 有什么话 你就尽管跟我说好 好 明人 那阿姨 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最后的请求 妈 什么叫最后的请求 我不要你这样说 我不想听到你这样说 傻丫头 你别插嘴 让妈说完 明人 你愿意答应我吗 好 阿姨 只要我能做到的 我一定答应 天方 我们的女儿田田 她喜欢明人 我现在生病了 到底还能活多少时间 我真的是不知道 所以 所以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夜 可以看到明人 天天 你们接会 明人 就算我求你 就算阿姨求你 你答应我好不好 阿姨 这 明人 来 明人 你现在 不要去想阿姨生不生病的事情 你也不要觉得 阿姨是在逼迫我 你只要 把你心里的话说出来 好吗 你过来 就当你是答应了 就当你是答应了 终于可以满足我一个心愿了 好 好 好啊 明人 你 阿姨 喂 明人 天风 天风为了你妈喜去 一心一意地想帮助她 也为了让你不分别人 问回城市凶手 她宁愿忍受世人的责怪 说你是她的儿子 我不是 我不是用人情来压你 可是明人 你跟我们家真的人有缘 如果天风她无意间说你是她的儿子 那你跟我们天天结婚的话 就成了我们家的儿子 就成了我们家的儿子 太严了我就放心了 太严了我就放心了 我怎么胡说八道 对不起 别走 别走 你没事就好 你没事就好 我出去看看 好了 你不要推我们了 没错 你们这家人这么说话 灯采 你会是怎么知道的 哎呀 还不是我们家臭小子打电话给我们 啊 说你们家圆芳得什么脑肿油要死了 哎呦 你怎么又来了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在医院里不要说死啊死啊 你这不是咒人家呢 鲍鱼 难道不是喜鹊告诉你的吗 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这件事 就是喜鹊就是瞒着我 又不是他生病 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你看吧 我说的没错吧 喜鹊早就知道 袁芳生病的事情 他就是不告诉我 我也觉得他最近很古怪 我都问过他好多次了 他就是不说 那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啊 这到底为什么 我也能不能办 什么为什么 天风啊 这件事情 你不能怪喜鹊的 他是不想让你担心 不想让你烦恼 我现在知道了 我不是更担心 我更烦恼吗 我看 喜鹊她是心存不轨 另有 阿佩佯 阿佩佯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胡说八道的 喜鹊不是这样的女人 好好好 喜鹊是不是这样的人 我现在懒得跟你争辩 天风啊 这段日子 你可得好好照顾袁芳 我明天再来看她 我先走了 喜鹊 好了 你就别再乱说话了 对你长生不拼 没有知识 没常识 懒得跟你一般解释 你说谁是你啊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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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算了 他说这个节骨眼伤 你还跟他计较什么呀 喜鹊 没常识 你看 太棒了 现在医生到底怎么说呀 是 人都要不要进来 医生说 现在发现的太晚了 原方烫 他恐怕没救了 你也知道现在的医学 这个这么发展对不对 是是 你给他找个好大夫 没人 他就好了呢 就是呀 我会想方设法 我要给他最好的治疗 明日 天天 妈真的希望 你们会越快越好 最好这两天就能选个日子 先把婚给定了 不行 妈 这几天 你太心急了 妈怎么不心急呢 你知道吗 妈这个病 说不定熬不过两天就 妈 你不可以这样说 我不觉得你这样说 你会好的 你一定会好的 我 你不是说死就死的 只是 我真的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看到你们 成功 你 妈 你可以的 你一定可以的 你不可以离开我 你要一直陪在我身边 你知道吗 你不可以离开我 看袁阿姨这么难过 田田那么伤心 之前田叔叔又给我那么多的帮助 我不能不敢能同胞 如果我这时候拒绝他 那岂不是伤了大家的心吗 可是 可是我又怎么跟小静说 天哪 我该怎么办 怎么办 静儿 在想什么呢 你这两天 是不是跟名人吵架了 没有妈 我没有跟名人吵架 绝对没有 没吵架 那为什么 名人答应我找他妈妈 谈谈你们两个事迹 到现在一点眉目也没有 而且妈妈发现啊 这两天你的情绪很低落 还偷偷的掉泪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真的没有事的 妈妈 你有点多心了 名人呢 她刚刚去上班 所以会很忙的 而且她又换了新的工作环境 所以就很少有时间 来陪我了 要是真这样就好了 静儿 妈也晓得 你是第一次对一个男孩子动心 明人呢 也确实不错的 你呀不要给她太多的压力 你看你动不动了就皱眉流眼泪的 这要是真结了婚啊 明人总得出去挣钱养家 你在家里哭哭嘀嘀的 妈怎么放心得下呀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我不会的 好了 时间不早了 早点歇着吧 妈 我有一件事情想跟你说 什么事呢 这个时候 去谈婚事太仓促了 再缓一缓吧 不仓促的 我们只是先谈一谈 并不是说马上就订婚 再说订了婚也不用马上结婚嘛 妈可不舍得我的宝贝女儿这么快就嫁出去 我知道妈妈爱我 关心我 可是我真的觉得 事情没有结到这个样子啊 妈可顾不了这么多 你也知道的 你爸爸是个急性子 明天他就出差回来 小静啊 明天你想办法 把名人的妈妈 约到我们家里来 先坐下来我们聊一聊 怎么样 行了 就这样说定了 妈去休息了 你也早点睡 明日 我离开甜甜公司的时候 看到你真诚的眼神 可是现在都已经很晚了 你一人没来 连电话也没有一个 我怎么能不难过 怎么能不着急呢 我真的开始疼心了 李明德 你真的很可恶 你真的很可恶 你很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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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惘着迷惘着 不尽快的迷惘 我也迷惘 我真的是不成 迷惘着迷惘着迷惘着 我也不是勇气 我迷惘在等候 我先全要回头 只要有一天 你在出现我迷惘 你深入多疼 你太对不起了 我迷惘在等候 你不是刀冰冠又怎么样了 你看到我真的太爽了吗 你看到我真的太爽了吗 你不要我抓紧在床 能不能有抓紧在床吗 林宁德 我倒是要看看 你是怎么来跟我赔罪 怎么要救 你不要我 田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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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原来你在这儿啊 我喜欢桥 所以没事的时候 我都喜欢到桥上来遛到六点 难怪啊 每次你带我出来玩 都喜欢带我到桥上来 你喜欢桥 是为什么呀 我 我 我 田峰 想什么呢 其实 想要对我来说 并不是人与人沟通的两个 也不是 交着感情的纽带 他就这样 静静地卧在河面上 显得那么多孤独和孤单 当你走过桥 越过来 你的心 会越来越远 越走 真有恐惧 我听不懂 我也听不明白 可是 我喜欢看你说话时候的神情 我觉得 我觉得 我已经有点喜欢你了 我们一直到现在 也有几个月了 你来找我爸爸学的家具 我爸爸一直都很欣赏你 我 我也很欣赏你 我这么坦白 你不会觉得 觉得我 不会 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 我只是 我只是 心里头一直都放不下一个人 只是什么 我爸说 如果可以嫁给你的话 那就是嫁给了人 因为 他说 你是可以照顾我一辈子的人 是值得我一辈子 托付终身的人 师父真这么说吗 真要谢谢他 这么看得及我 你可别忘了 我爸的技术 在国内 可是数一数二的 他收过多少徒弟 见过多少人 但是呢 他以前认识的徒弟 他总对我说 阿芳啊 这个不行 那个不好 唯独你 他只说你好 从来没有说过 你半句不好 所以 我真的可以 把我的医生 托付给你吗 你可以 按你的医生托付给我 身子之手 我会牵着你的手 和你走一辈子 真的吗 那我们 就从桥的这头 走到那头吧 好啊 他叫做心动 就是在我们俩 初相逢 有一种感觉 我 那叫做爱情 就是在我们俩 我学会的 远方 我曾经对你说过 可是情 我学会依赖 我学会依赖 我以来 只能你的爱 我爱情 你一做饭的时候 却能为我无趣 你才四十多岁 延不过半晚 老天忆为什么那么恨心地 我要夺取你的生命 远方 的梦已经消灭 眼泪已伸出碎 吹上铭定大水 此乃被水喝不碎 天风 天风 远方 我在这儿 你不要离开我 天风 你不要离开我 我不会离开你的 我不会的 不要 不要离开我 不知何时期 我一直陪着我 一直陪着我 一直陪着我 回来 我等待 我等待 你的 回来 相爱 相爱总是简单 相处总是太难 等着快乐换来 慢慢上夜的悲哀 噩梦已经中心 眼泪已碰就碎 只想银钉大水 我不放心 我绝不放心 我一定要把你住好 我要跟你去找到所有的能力 不管花了我的代价 我一定要求你 小心啊 开门 又不知跑哪儿去了 来了 来了 齐克 干嘛 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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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进来 在吗 在 盈盈啊 盈盈 快下来吧 你看谁来了 哼 我就料定他会来给我赔罪的 盈盈啊 盈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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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 谢谢 盈盈盈啊 你看志刚多好啊 他知道你昨天受委屈了 特别今天一大早啊 买了花来给你 还准备 还准备盈盈盈盈 盈盈 对不起啊 我不知道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 不好意思 哦 对了 对了 我得赶到医院去看一下田丰的太太 她怎么了 她得了脑部肿瘤 肿瘤 志刚 这不关你的事 盈盈今天心情不好 你今天啊 帮干妈好好陪陪盈盈聊聊 妈走了啊 嗯 跟妈妈走 好 走吧 坐好啊 这话要是您得诉吗 那该多好啊 盈盈 我听说她打你了 我这妈也真是啊 什么时候都要跟你说的 我们是兄妹嘛 干妈不对我说才是她的错 你最讨厌男人打女人 到时候碰到明德啊 我一定帮你出气 你可别 这事儿是我们俩自己的事情 我会处理的 唉 再说了 这件事情从头到尾都跟你没什么关系 好吧 那我们也该上班去了 我去开车等你 好吧 好吧 那我们也该上班去了 哎呀 都瘦了一圈了 奶奶 怎么会呢 才一个晚上 嗯 我看你都瘦了一圈了 你看 眼睛红红的 精神这么差 怎么上班呢 奶奶 我没事你放心吧 还说没事呢 我知道你心里想着盈盈的事情 我告诉你啊 盈盈既然做出了对不起我们李家的事 她就不是我们李家的孙媳妇 知道吗 我知道了 奶奶 你别想那么多了 对了 妈呢 又出去了 我就不懂 她到底有什么事情 不能告诉我这个痛婆婆的 按理说 你跟盈盈两个吵架 吵得多闹离婚了 她更应该在家里啊 大伙商量商量 看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 她居然跑出去了 我都不懂 她到底在想什么 她到底要干什么呀她 气死我了 奶奶 真的你别想太多了 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另外呢 我也在查 怕是否被害的消息 就算给我查到一点点的蛛丝马迹 我一定会搞那个天风 好 好好去上班 男孩子事业了解 去吧 来 面包带着 在车上吃 那我走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呢 奇缺 我们还在查你被李家不周的事 现在连营营都做出这种事情 我们李家到底做的什么孽呀 你太太 啊 张总 我是来找太太的 太太生病了 现在在医院里 董事长从昨夜到现在一直陪着她 天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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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才梦见你离开我了 我没有离开 一个晚上我都在你身边陪着你的 什么 你整个晚上都在这儿 那怎么行呢 你赶快回去睡一会儿吧 你今天不是还要去公司了吗 你什么都不能擦心了 昨晚天天要留下来陪你 晚上回去睡觉 今天 咱会去处理公司的事情 我要留下来 好好地陪着你 不 天风 我不想住在医院里 其实 检查结果你都应该知道了 我现在待在医院里 根本就是多余的 现在的我 应该待在家里 能够多待一分钟 就多享受一分钟 能够多看一分钟 我就可以多记一分钟 别胡说 从现在开始 我每一分 每一秒 我都会回到你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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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的 帅行 帅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